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我父亲的名字 这个有点像刘子 这个有点像康子 所以他是用他的名字来做这个设计 是他设计的吗 是他设计的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可以请到这位 非常重量级的人物来进行这个访谈 他就是有新加坡这个建筑之父 或者规划之父的刘泰格先生 来跟我们谈他的父亲刘康先生 欢迎刘泰格先生 谢谢先生 我记得在看到您在描述您的父亲的时候 有一段非常感动 您用了一个其他人大概不会怎么形容自己的父亲的一个形容词 就两个字 您说他很潇洒 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太好了 父亲如果知道您孩子这么形容他 他应该也非常感动吧 可是不知道您为什么会这么形容他呢 因为我是觉得他的为人 他的当父亲的角色 还有他的作品 都是很在意说要做得潇洒 比如他跟朋友的关系呢 是不计较小事 当他的儿子呢 这一辈子 只给他这辈子 一辈子 我做了什么坏事 我就忘了 不过他也没有骂我 就说 我不同意你这个做法 就走掉了 一句话都不骂 可是他这么做呢 那一次的这个对我的那种气氛呢 我是终身不忘 那您刚才提到说 潇洒重现在他的作品里面 可不可以您说一说 比如后面就有他的作品 是啊 这个很很重要的 因为他呢 在画画的时候在意几件事呢 一个他要在意的时候他是在南洋 而不是在中国 第二呢 他是一个中国人的背景 就是中国来的南洋华侨 所以他的作品 一方面是用的是 现代的西洋化的这个材料 可是呢 他的内容必须有反映热带气候 热带风俗 热带色调 因为热带的这个动植物的这个色彩 跟热带是不一样的 那还有就是这个作品的这种艺术 审美观呢 要有中国的味道 这边基本上就是他当时也很在意 有这种棚井 所以这边其实过去还有一些更小的棚井 过去有棚井 他喜欢也喜欢植物 也是一种艺术品 很便宜 我们很高兴得见 Mr Gretchen Liu 跟我们 妻子的Liu Tiger Mr Liu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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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介绍一下您的父亲您的父亲 我认为一个名字的名字是《MODERN》 《MODERN》 他非常《MODERN》在他认为 他只有很久后,我开始研究他的生活 我认为他很明显的年轻人 他们的生命是因为 because it was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an era and for young people of that generation kind of the old norms were dying away and new norms had not been established and so it was up to each individual to sort of explore what was possible in their lives and he had the good fortune to go to Shanghai which was this very exciting city where east and west met and you know, concepts of modernism 他们都在中国的流行,他们都在中国的流行, 所以我认为他很开心的,他很开心的, 他很普通的思考,他很 modern,他很普通的思考, 他接受媒体,他很高兴,他不过执照, 我认为他可能有自己的执照, 他不过执照,他不过执照,他不过执照, 在新的事情 他也在思考上很年輕 直至最最後的年代 我認為他有很年輕的 能力的性格 我們可不可以 因為既然我們已經在 您父親的畫的前面 我們如果看一下這些畫 我們單單看這兩幅 就是留在您他的故居 的這個畫應該是非常 他非常喜歡的 怎麼看得出它是又有現代 又有在地又有民族 您可不可以 首先用的材料是油畫 是國際性的 而且它這個 我們是在南洋 所以你看它這個社交 是南洋的色彩 你在溫帶不會畫出 這樣子的色彩 第三當然這個 這個題材是南洋的 這個植物也是南洋的 第三就是 它是一個以中國人的背景來畫的 所以你看它的作品 很在意線條 你看那些樹葉 它花很多精神去考慮 這線條要畫得怎麼美 因為很多西方的話呢 它要塑造它的形象 就是用塗料一步一步的 看不到線條的 你看我父親的話是 到處都是線條 就好像中國的國畫 都是有線條的 而且它這個線條 不是說我想這麼畫就這麼 它是很在意的線條 本身是美的 因為中國的國畫的這個線條 是跟書法分不開的 是的 所以它也很在意這個 不過它這個書法 不是傳統的書法 是現代的書法 現代的書法 不過我看它寫的書法 還是非常瀟灑 如你所說 還是很瀟灑 就是包括硬體字 比如說跟劉海素 在書信交流的時候 它的那個也非常瀟灑 它的字是很瀟灑 非常漂亮 是它是不喜歡這種作作的作品 是 所以換句話就是 很在意這個中國畫的 一句很重要的話 就是一氣窩成 就好像是 漫不經心的就隨便畫 其實在背後是 經過很多的思考才畫出來 是 您也提過它的一個形象 對你來說很深刻的形象 就是它如何站在畫布 白色的畫布面前 然後拿著這個 您來說一說 比較更有更形象 對它經常要畫畫 它先把這個畫布 放在這個畫架上 那麼小時候我覺得很奇怪 它放在那邊 它手上拿了這些畫筆 然後幾根就這麼 這麼看 看到有時候是一兩個小時 也不動 也不畫 所以 我後來就理解了 因為它 知道要畫什麼 因為它一般是有畫稿的 有鉛筆或者是鋼筆的畫稿 可是它在畫之前 要先想好 它這個畫是要用怎麼樣 最瀟灑的手筆來做 所以它先想好了 那麼才把它畫出來 後來它也解釋了給我 它是以這麼一個態度來做它的作品 所以你看它的所有的作品 都沒有做作的痕跡 都是很瀟灑 那真的好不容易 表面上是非常小的 背後卻非常多的苦工跟苦思冥想 真的是會花很多的心思 您說過您在中學開始 跟它的關係變成是一種朋友的關係 這在當年五六十年代 其實是非常非常少見的 您可不可以說一說這一點呢 是 它親身給我說了 但是我跟它的父子的關係 它是給我一條很長的這個線拉著 就是讓我自由地去這個活動 除非說它 我走到一些我不應該去的 然後就把這線稍微拉一拉 提醒一下 所以呢 它基本上不大教導我怎麼做 它就是在觀察我在做什麼 如果有問題 它就是警惕我一下 所以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一輩子只可以 給它生氣一次 所以你從來沒有亂跑 它不需要太拉你 只拉那麼一次 我可以自由發揮 不過呢 我知道一定要在 合理的這個限度內 所以這個 這種當父親的方法 我覺得對我有巨大的影響 而且我希望其他的父親都能這麼做 因為這樣子的話 這個孩子呢 一方面有獨立性 一方面有責任感 而同時呢 又能夠這個 自由發揮到想做的事 我是覺得我今天呢 跟我父親 教導孩子的這個方法 有密切的關係 再繼續談一下您的父親喔 劉昌先生 我們知道他其實公務非常繁忙 他又在學校教書 而且不同學校啊 同時他又擔任 很多不同的畫會的會長啊 而且我們知道那個時候 只要有畫家 代表團從中國來新加坡 一定會找到他 讓他來幫忙籌辦畫展 或者是由他來介紹 新加坡的一些知名人士 文化界人士 他這麼忙 他怎麼照顧家庭 又怎麼照顧他自己的繪畫呢 然後呢 我是覺得家庭的事呢 我覺得母親的功勞很大 母親是把家庭做得一清二楚 對孩子這種日常生活的需要 他也照顧得非常好 所以母親的功勞很大 不過呢 一個小孩子要有母親的照顧 也要有父親的照顧 父親花時間是比較少 不管呢 他還是有機會還是跟我聊天 就把他的一些理念 而且聊天的次數也不少的 有時候是講做人的道理 有時候是講這個 工作上有什麼重要的理念 告訴我 所以我覺得我跟他們兩個關係都非常好 那麼為什麼我父親的工作這麼忙呢 其實跟瀟灑這兩個字有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一般你們注意呢 這種藝術團體呢 他們因為創作的立場不一樣 所以他們不到願意配合合作 所以分裂性比較大 可是我父親呢 做美術 中華美術會的這個會長 就是連續做了很長的時間 而且呢 每次有什麼畫展呢 不同派別的畫家 都跟他關係非常好 因為他就是 就是一種包容 很包容性很強的人 就是跟瀟灑有關係 所以這種人呢 在藝術界是不太多的 不過他有這個能力 所以也就是因為他有這個美德 所以他變成大忙人 這個是不是好像也影響了您 您好像到今天為止 也非常的忙 而且參與很多不同的一些組織單位 是不是也有這樣子的一種瀟灑的一種 我覺得我有受到他的影響 好像我父親當藝術家 他畫的是西洋畫 他的這個繪畫的這個文化背景 就是這個繪畫的基因是中國的基因 可是呢 小的時候他就不斷的 帶我們去看印度舞 馬來舞什麼 他就是跟其他民族呢 他要我們認識其他民族的這種藝術品 而且呢 他是對 除了繪畫之外 他對音樂、舞蹈、文學都很在意 所以我其實我對這種西方的歌曲 西方的這種交響樂很喜歡 原因就是我從小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這個唱盤 你知道嗎 就是 即使他我們家裡經濟情況不好 可是他還是花錢買這種這個唱盤來給我們聽 他很知道他要什麼 因為我記得您說過 以前你想要一張書桌 他要儲去三個月才能夠買一個書桌 然後你要一這樣腳踏車去上學 九個月 可是他寧願去花錢買這個流聲機 這個唱機 甚至還有包括相機 我聽說他也是花很多的錢去買很好的相機 而且相機要一流的 是 因為這個跟他的藝術創作有關係 我讀了他有照片 我讀了他有照片 我讀了他有古照片 因為我曾經看到一杯杯 那就是很奇妙 但他就是一個派人 他保持了很多東西 你懂得到 在這個家裡 對照片 對照片 但是他沒有組織 所以在通過的資料 我們會找到照片 在這個圖片 在這個圖片 然後你把它們組成 然後這對簡單的工具 然後它製造了想出來 從他的生活 從從他來 從來 去上海 到大去 你 我認為 有很興趣的照片 在他的時間 當他的時間 他旅行 陳倫尋 和 雖然 他只知道 李尊 前 有 是 不 她 當時 李尊 和 他是一位秘密的教授,李宗杨和秦倫的教授 但是因为他能帮李宗杨尋找居住在 Paris 他们曾经在同一层屋住了一些年纪 他们一起去旅行 他变成了一位作品的作品 他变成了一位作品的照片 一些被送回到上海 然后被导致在《上海》的《上海》的作品 同时,隐忆成了一种语言的语言 所以,它是由于这种感染的伴随的伴随 这一切的恋结果发生了 虽然隐忆和隐忆有很大的酷度 和他们的关系 但是,李杀刚 managed pretty much 去保持持续关系的同志 虽然他也有了解准备 在年他结婚了 正直到日本人的冠军 然后,他和他母亲的冠军 他在1937年,他们的冠军 他们在冠军的军军 他们在冠军军军军 他想他会被离开中国 六个月,可能一年 但是它会是37年之前他去中国 我从来 never knew that 然后我开始想想 什么他应该是当时他来到 Malaya 后来这一位科学 当时在商海艺术博物馆益 在1930年 这一段很 exciting 变化了一段时间 虽然在中国是几乎的 你知不知道 他应该是要改变 和来到达的 因此,他不可以回到他的母親居, 他叫他在某些書籍說的, 然後他就要再次回到自己的書籍。 很多人忘記了他這整個歷史在中國, 和這類似的關係, 因為現在人們認為他現在是一名男藝人, 但這就是一名的一籤, 那他可以叫他叫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我想再补充一下就是 虽然我们 我对父亲的这种作画的那个风格 我是已经谈叙了 不过呢 父亲有今天这么一个成就呢 背后还有两件事要谈的 第一呢 他是很在意把基本功夫做好 比如说好像皮卡索还是马蒂斯 你看他的东西都是奇心怪状的 不过从小他就给我看许许多多 皮卡索的这个铅笔书写 那个功夫是练到真的是非常到位的 所以他就跟我说 我们要有创意 不过创意的背后要有真功夫 也受到他的影响 那么第三呢 你做这个艺术创作呢 表面上看是一张漂亮的图 好像是有这种创意的 可是呢 他很在意说 要做的真正有内涵的 有创意的作品 背后要有理论依据 所以呢 他是花了很多功夫在看书 这个书里这个理论 而且呢 还把他的对这种绘画的理论 用文字表达出来 不过他的这种文字作品 不仅只是谈绘画 也谈舞蹈 也谈这个音乐等等 不过他很在意说 你要做一个好的画家 是必须有理论的依据 我想这些 我今天的这种工作呢 跟我父亲的这个 小时候的教导方式 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太好了 谢谢您跟我们分享这么精彩 这么重要的一段话 包括其实包括对您父亲 对您的影响 还有您在你身上体现出来您父亲的 这样子对理论的坚持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左右脑的一种同时并用 对 阴阳性 对 又有理论 又有感性 完全的一种表现 您在做设计 在做规划的时候 也就是这样子的一种 也是受到影响 非常非常精彩 非常感谢您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呢 这个幼儿时代的这个成长的家庭环节 对他终生的这个成就是有紧密的关系 是 谢谢您 非常谢谢 谢谢